给您一说当时穷的连饭都吃不上 是这意思吧 就是他干活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我 一个月正是三千两千的 他就足够了 小富即安 咱们已经是口容了 现在全靠他 当初怎么看样他的 怎么结婚呢 当初我们是介绍人介绍的 半年就结婚了 半年就结婚了 没有那个感情基础 就两个人结婚以后老吵架吵架 结婚之后第一次为什么事大吵 还有印象吗 就因为刚结婚我爸来了 他那顿饭都吃不起 没有钱 然后呢 没有钱我爸就走了 我心里面就不舒服 咋会连顿饭都吃不起呢 没有钱呀 你吃饭不得买菜呀买肉呀 给您一说 当时穷的连饭都吃不上 是这意思吧 就是 那你干嘛嫁他呀 我嫁给他就稀里糊涂嫁给他了 给彩礼了没 给了我八千块钱彩礼 你二十年前八千块钱是个钱呢 没钱啊 我反正找了他过去就没有钱啊 老父亲走了之后怎么着呢 老父亲走了以后 就觉得想里面 就挺伤伤的 有时我洗碗他嫌我提了 他就把碗打碎了 打碎那个碎片就把我收回给花山了 他就一甩蒙他就走了 最后我就想一想说 刚接红车一两个月就这样的 吵吵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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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的 我说这个日子就没划过了 那你回娘家了 我就回我妈家了 那会我就已经怀孕了嘛 后来我爸说你已经怀孕了 回去吧还是 后来我就回来了嘛 自己回的还是他接的呀 我自己回来了 娘家有没有人送啊 没有 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 他把我妈接过来嘛 接过来我妈就住了 住了十来天 我妈就回去了嘛 为什么住那么短就回去了 他对我妈也不好吃呀喝呀 从来我妈就走了 就是说我这个家里面 你敬礼 你对我对我就负起一份责任了 你就敬礼出去挣钱 那我找着他家庭就不好 我不是说嫌你穷 我说你敬礼 敬礼 敬礼就是对我就是 负起这份责任了 说你找了我来 我就对你就负起这份责任了 那后来家里面 有没有盖房子 或者买房子什么的呀 买房了呀 买房子 还买房了 书兵干得不错啊 买房子是我借的呀 他都不出借购 不是借购还得还吗 还的时候我也出去打工了嘛 我要不挣 他肯定连这个债都打不出去 您这个从嫁给他到现在 到底打了几年工啊 有个六七年嘛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你们结婚的二十年当中 有十几年 这个家是靠他养活的 十几年 我们原来有孩子呀 孩子没有 你带孩子嘛 我就出不去嘛 对对对 等于大儿子大了一些之后 您出去打工嘛 打工你们俩谁挣得多呀 打工肯定是他挣得多吧 他比你挣得多 我是女人嘛 他是男人 那你干嘛还抱怨 你看有俩儿子了 房子也买了 为什么还要抱怨他呢 他没钱 我们那个大二十三五六岁的时候 我妈妈来了 住了五六天 我妈妈又回去了 我说家里面给拿点钱 都没有钱 我让他说出去借这五十块钱 他都不给我出去借了 但是你看那会儿过得那么苦 后来不也买了房了吗 是不是 不是五十块钱 大老爷们给你出去借五十块钱 能好吗 你知道大老爷们就出去借钱就丢了 你就给人家打 你就五百块钱 你就挺有面子的 就从来就没有来玩过的朋友 就说儿子结婚了请他了 请他他就没跟我说 他就给人家打五百块钱 从来不来玩的朋友 你要是来玩的好啊 说让人家请了 说说你就你就给他就给他 从来不来玩的朋友 这个咱们家庭里面 也没有钱挺困难的 后来我说了 他他还要把我拿上下楼康底 说就评论评论 买房那些饥荒都还了吗 现在还有两万块钱没还了 就还有两万块钱的饥荒还没还 那个房子也不是说那个太好的还 这就是二十万的还的 没有太还 听明白了 那咱们再看看这男人对你上不上心 好不好 没有上心呀